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已递交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就是亚投行的意象书 亚投行未来上路后会产生哪些效益跟影响 而台湾未来加入预期款获得哪些效益 本身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相关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 孙主任我们分析说明 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任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中国大陆倡议仇设亚投行的主要目的何在呢 我想是配合他们的一带一路的一个计划 我想这个是第一个也是外交政治 也是经济的一个大战略 第一个我想中国大陆他必须要积极的拉拢他的邻邦 尤其是中亚南亚东南亚这些都临近大陆的 整个在亚洲很多国家 那他的一带一路 其实有一些经济建设的一些计划 基础建设的计划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十几年 这些新市场国家其实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们的基础建设事实上相对的落后 比如像印度我们都知道 印度的公共建设非常的落后 甚至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 高速公路也没有几条 所以这些国家虽然富有了 但是基础建设落后 所以中国大陆他现在就借助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他希望能够输出自己在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些技术 所以中国大陆领导人到中亚南亚去参访的时候 去巡回拜访的时候 都在大力的鼓吹 希望能够把中国大陆基础建设的能力输出到这些国家去 当然这些国家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 虽然比较以前要好了 但是有一些基础建设还是没有钱 所以中国大陆都筹设了几间银行 像之前我们听到的金砖银行 像我们现在听到的亚投行 就是为了这样子的融资而做的一个准备 所以我想一带一路这样子一个大的计划 搭配上亚投行这样子的金融机构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是 主任 那我们如果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未来亚投行设计之后 应该对国际的整个经济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我想它打破了美国美欧这些大国 在金融方面垄断的一个局面 以前我们知道国际之间要借钱 大概有世界银行 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然后在亚洲有一个亚洲开发银行 但这些银行呢 他们都掌握在美国的手上 美国有一票否决权 因为美国的占的投票权 大概16% 17% 但是这些重要的事项 一定要85%通过 所以美国一票就超过了否定的范围 所以过去常常国际之间 美国要放款给谁就放款给谁 比如说像乌克兰 他很容易就放款给乌克兰好几百亿美金 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需要钱 因为美国在政治上跟他是对立的 所以就经济制裁他 所以像这些感觉起来 就是很完全就是美国一方面单方面主导 像亚洲也是一样 亚银也都是掌握在日本的手上 所以有很多国家慢慢觉得 这样子的局面是不对的 他们希望有一些更多的竞争对手能够出来 所以呢 如果亚投行能够成立的话 未来美国不借我钱 日本不借我钱 我可以跟中国大陆成立的这个亚投行界 所以我想是打破了美国单方面独霸的一个局面 对于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来说 并不是一件坏事 主任您刚刚谈到有很多国家也纷纷要表态加入 像我们这一次大家看到像欧洲的英国 德国法国还有东北亚的韩国都纷纷加入 那您怎么样看这些国家分加入 目前是只有美国跟日本 盘米尔要加入 其他大部分都要加入 我想这些国家他们看准的 第一个就是亚洲基础建设的商机 其实我一直认为未来的十年 基础建设这个词会常常出现在大众的印象中 因为欧洲现在经济不好 那他们也强调要把基础建设做起来 亚洲这些国家算了那么多年前 然后自己连个像样的基础建设都没有 他们也需要基础建设 所以欧洲也看到了这块大饼 如果他们现在不加入亚投行 他们还是抱着IMF抱着世界银行 以后中国大陆在那边攻城掠地的时候 这些欧洲的公司是没有上机的 所以他们也要加入 而且对他们来说 之前的IMF之前的World Bank 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主导的权利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是采取了 多方亚保的一个策略 这样子对他们的经济来说 是比较有帮助的 主席那你怎么看美国跟日本 他未来有可能会表态加入吗 对因为IMF和亚英都掌握在他们手上 所以他们刚开始是不希望有一个竞争对手 感觉用非常消极的方式 不但自己不加入 也劝说自己的盟邦盟友都不要加入 就后来这些盟邦盟友 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后 纷纷加入亚投行 就是今年大概三月份 就一大堆都加入了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跟日本有点骑虎难下 要加入之前你讲那么硬 你现在有点面子上挂不住 但是不加入呢 中国大陆是你的会员 是IMF是世界银行的会员 你不是他的会员 他知道你所有的资讯 你不知道他的讯息 未来资讯不对策 你要在竞争上你会有困难 所以现在慢慢的 日本好像听说也慢慢开始有点 放出风声 可能他要加入 那美国当然 他随时要转变风向 也不是一件难事 是 主任您刚刚也谈到说 这个基础建设商机 是未来我们大家会非常关注 会常常听到 那您认为我们台湾加入 亚投行之后 除了可以在这个基础建设 这个商机之外 还有哪些的一些效益呢 我想我们台湾 大家都 可能已经淡忘了 我们都认为说我们台湾 是个电子岛 资讯岛 事实上在1960年 70年的时候 台湾有很多工程队 曾经到中东 很多国家去施工 当时我们有个融工 或者很多的公司 所以我们台湾 其实在当时 是有基础建设的能力 那后来呢 因为可能国际外交空间 慢慢限缩了 所以台湾的工程队 到国外的机会 就不是很多 那现在的话 亚投行 大家也不要认为说 我们一加入 那国外的商机 就源源不断 订单就来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国际之间 像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欧洲 他们都是基础建设的 大行家 盖高铁 盖捷运 我们台湾还是跟人家买的 我们凭什么去凭 但是呢 我们现在 要跟中国大陆 积极的配合 因为中国大陆 虽然有产能 但在品质 安全上 事实上大家都不太相信 它的安全品质 台湾刚好可以补充 它这方面不足 所以我觉得 刚好在两岸合作上面 我们可以着力 透过大陆 而且亚投行 也是它这里的 所以它比较有 这方面的优势 搭着它这个顺风车 然后到亚洲各地去 因为我们台湾如果只偏重在电子的话 对我们也不是好事 我们需要有第二个供应链 搭着大陆这个供应链 对我们来说 有助于我们分散出口 对我们台湾的经济 比较更健全来说 绝对是有正面的注意 至于对于我们未来 参与一些区域经济整合 或区域经济组织的话 是不是也有些帮助呢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次深色亚投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些我们以前 没有注意的问题跑出来了 用什么名称 要把那个申请书送给谁 我要怎么署名 你会发现这次 大家都慢慢的都发现 这些都是有一些技巧的 因为我们台湾 已经很多年没有加入了 所以也搞不清楚 当初是怎么做 然后现在要怎么做 这次你就发现 透过这个亚投行 神社的过程 如何在美国 跟中国大陆之间 取得他们的一些同意 或者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折冲 我们的名称问题 然后既不降低 我们希望的一个尊严 然后又能够适当的 争取我们应该有的利益 刚好用亚投行 这样子的一个生设的过程 当成我们的小考 当成我们的模拟考 当成我们的热身赛 那未来你要加入TPP 要加入RCEP 或更多国际组织的时候 你都可以循这个利 所以大陆这次有说了 要循这个利 或者是实物上的惯例 那以后我们有这个惯例以后 我们当然也可以加入 还有一点 如果这次我们加入亚投行 是用Chinese台北 是用中华台北 我们可以回头 告诉亚洲开发银行 因为我们在那边的名称 叫做中国台北 我们可以告诉他 连大陆申办的亚投行 我们都用中华台北了 你为什么还用中国台北 我们希望能够改回来 这样子反而对于我们 原来有一些 我们不喜欢的名称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改正的作用 所以是 等于是一举多得吧 也是 所以这加入的话 有很多的效益 主任再请教您 这个商机 其实各国都在争取 我们台湾除了 您刚刚讲到说 两岸可以合作之外 我们本身自己 有哪些部分 还要赶快加强准备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台湾已经脱离 这些国际经济组织 尤其金融组织 很久了 所以我们有点生疏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赶快多派一些人去 进入这些组织 然后去学习 国际金融运作 其实像我们台湾 在1960年70年 当时我们还在 联合国的时候 我们用了很多 联合国的奖学金 派了很多的官员 而且是之前的官员 新生代的官员 到美国哈佛去受训 把国际之间 最新的知识 资讯 学习回来 那当时对我们台湾的 那个公务员的素质 有很大的帮助 那当时另外一件事情 是我们台湾做很多建设 我们也跟世界银行 下面的IBRD 还有跟亚银 我们也借了很多钱 所以不管在资金上 在人才上的交流 是我们在这一次 加入亚投行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面向 事实上光是人才的培训 光是资金的交流 我们如果刚开始 只花22亿 我会觉得非常的值得 因为对我们台湾的人才素质 提升有非常明显的注意 所以我觉得这次加入亚投行 不要只注意那个商机 因为商机大家抢 你不知道能够抢到多少 还在未定之天 但人才交流的效益 资金交流的效益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应该在这上面积极的去布局 掌握效益积极布局 最后请教主任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一次中国大陆筹策 亚投行对于国际经济 整个局势都有一些影响 那面对国际经贸 情形象快速变化 您觉得国人在观念上 我们要是哪些认知呢 我觉得我们台湾 应该要更有点世界观 事实上一带一路 亚投行 它并不是三月才开始的 但是我们台湾好像 三月才发生这件事情 不是 中国大陆提出很多 大的经济战略 像亚投行 一带一路 可能已经两三年之久了 但是我们台湾 感觉一直都很轻忽 那一直到了英国 法国 大家都要加入 其他国家要加入的时候 我们才 好像大家都加入 我们再不去来不及 然后才告诉我们的民众 事实上 第一个 民众的国际观是不够 第二个 我们的政府好像 也没有随时 要把这些东西 当成一个 要去宣导 去说明的 我觉得政府在很多 加入国际组织 当然兵贵神速 有些决策要快速 但是平常的沟通宣导 你就要及时去做 所以这次给我们 不管是政府 不管是民众 都有很多新的学习的地方 要更有国际观 平常对于重大的国际事件 就要多沟通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学习的地方 面对开放与时俱进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 非常高兴访问到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 孙明德 孙主任 针对亚德皇上路后 会产生哪些效益跟影响 还有台湾 未来加入 渴望获得哪些商机 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我们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主任 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